2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毫无悬念地对外宣布 七零后吕玉涛正式出任2016年猴年央视春晚总导演 就在央视宣布吕玉涛出任导演的消息 仅几个小时之后 有记者来到了央视猴年春晚剧组进行了第一次探班 尽管央视的大部分部门已经搬到新台址去了 但2016年春晚仍在老台址不远的五颗松附近的影视之家办公创作 记者在春晚大本营央视影视之家现场了解到 其实春晚剧组全体主创人员 已经在影视之家以饱满的创作热情 在这里提前工作一个多月了 记者碰到一位多年为春晚创作节目的老春晚人 希望其引荐采访到吕玉涛本人 但惨遭谢绝 他说吕玉涛做人很低调 他正在忙 目前吕玉涛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据了解2016年央视春晚将在对开门办春晚方面继续支持 要求进一步深化走转改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使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四户视频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10月12日下午 中央电视台毫无悬念的对外宣布 七零后吕玉涛正式出任2016年猴年央视春晚总导演 就在央视宣布吕玉涛出任导演的消息仅几个小时之后 有记者来到了央视红年春晚剧组进行了第一次探班 尽管央视的大部分部门已经搬到新台址去了 但2016年春晚仍在老台址不远的 武科松附近的影视之家办公创作 记者在春晚大本营央视影视之家现场了解到 其实春晚剧组全体主创人员 已经在影视之家以饱满的创作热情 在这里提前工作一个多月了 记者碰到一位多年为春晚创作节目的老春晚人 希望其引荐采访到吕玉涛本人 但惨遭谢绝 他说吕玉涛做人很低调 他正在忙 目前吕玉涛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据了解2016年央视春晚 将在对开门办春晚方面继续支持 要求进一步深化走转改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使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四户视频娱乐播报 整理报道 再见